今天大家没有给他足够的一个时间 因为大家觉得 你韩国瑜已经大于国民党 我必须要说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他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投国民党 那就是因为他是为韩国瑜而投国民党 所以他不是喜欢国民党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韩国瑜他从头到尾 他或许不想选 可是他今天的压力是来自于 每个人都期待他出来 他过去到现在都是这么被期待 所以不太可能透过一个多小时 这样子的一个会面 就有办法打破大家对他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数 我同意政治的这个因素 转变得非常的快 但起码不会像一个小时 那么样的快速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 朱立伦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的确他的整个选战的步骤 有做一些调整的 他之前 真的最需要他发语权的时候 包括有关于我们小英总统捡到枪 有关于九二共识这一块 最需要我们国民党一些太阳站出来 把这样的论述能够讲得更清楚 或有新的一个诠释的时候 其实大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回应 然后呢在有很多时事议题的时候呢 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的一个低调 所以记者又对韩国瑜有兴趣 就变成每次都堵他的麦 然后他只要人家问他什么 他就马上可以回应什么 所以以至于整个发语圈 都来自于一个韩国瑜 那他之后呢 我觉得他昨天去看了韩国瑜 这东西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意涵 为什么 因为明天 各位不要忘记 明天十点十分是我们的王院长 要宣布要来参选总统 而且大家都很清楚 王院长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那你如果在这之前 没有抢得先进来告诉大家 其实朱立伦跟韩国瑜 过去也是好朋友的话 那明天会是如何的一个解读 那就会是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当中 大家觉得有点突兀 可是又觉得好像非必要 我觉得跟明天 王院长要参选 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关联度